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种养蓝质料 这个质量啊 就是用苔藓 苔藓呢 有两种使用方法 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给它铺在盆面 这样铺在盆面呢 可以减少我们浇水的时候啊 将这个 质料冲走的概率 而且呢 将在铺在盆面呢 可以起到一个保湿保温的功效 而且啊 它还有利于这个蓝根菌的形成 那么就更利于蓝花根系的生长了 第二种方法呢 我们就是混合一些其他的质量一起使用 这个苔藓呢 它是怕干 而且是特别喜欢湿润的 如果你单独使用的话呢 会导致这个根系啊 一直处于湿润的状态 很容易 对根系的造成损伤 那么我们最好就是将它呀 把它掰成一些小碎块和一些养蓝质量啊 搭配在一起使用 使用的比例的话呢 最好不要超过20% 这样呢 才更利于养蓝花 对养蓝花的根系生长啊 才更加的有利 所以呢 用苔藓养蓝花呀 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方法 我们只有选择对了这个使用方法 那么对养蓝花的根系啊 才会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好了 今天就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